台海安全攸关全球的稳定和繁荣 身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议员 台湾会不卑不亢维持现状 不卑不亢维持现状 总统赖清德13号上午 与外交部长林佳龙 国安会秘书长吴周谢 一同接见美国联邦中议员史崔柯兰访问团 面对中国极权主义的扩张 赖清德也期待台湾能与美国家常合作 而美方代表也表达肯定与支持 美国联邦中议员史崔柯兰强调 台美对话有许多涉及经贸合作 与国防安全的议题 希望借此贺阻可能来自对岸的侵扰 避免被卷入冲突 恶熟了美国台湾的另一个盟友日本 也有代表来台 被施为日本下任首相热门人选的 日本众议院议员时破冒 以俄乌战争为例 点出专制国家对民主国家的压迫 希望台日双方能合作 一起抵御俄势力 民事文化当中台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请下载APP 订阅民事新闻网